牟尼金色 英国记事集 家庭问题 系列 他不是负担 他是我爸爸 以下文章为有缘人分享 听阿伯跟一对姐妹开示他们跟爸爸之间的事 勾起了我内心的记忆 我想起了我爸爸 学佛之后才明白 会成为一家人都有过去世的姻缘 而我爸也是我今生的功课之一 我在南部高雄长大 民国七零年代 正值台湾 经济起飞 那时 台湾前烟角木 台语 只要抱着肯干 实干 认真干的精神打拼 后来的生活虽不能成为首富 但也会过得不错 但我爸跟别人家的爸爸不一样 他无语无求 做一天工 能休息三天 古人是坠卧沙场 而我爸是坠卧工地 不知道回家的路 常要出动我妈救援带她回家 我爸会吸烟 会吃槟榔 会喝酒 而且酒品极差 喝了酒会发酒疯 跟我妈吵架 全家大小 都得忍受她发酒疯 他没喝酒时 憨厚 老实 不善说话 确实是个好爸爸 但喝了酒后 仿佛鬼上身 会飙国骂 天不怕 地不怕 简直比天皇老子还大 许多年后 接触牟尼经舍才明白 一个人会前后判若两人 大部分是有业障干扰或冲犯杀所致 小时候会在心里面对爸爸 为什么不像其他人的爸爸一样勤奋工作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座山 而我爸却喜欢喝酒 喜欢发酒疯 为什么我国中毕业就要独自离家 北上中部 待在工厂里赚钱 为什么我的学业成绩优异 却无法继续升学 太多的为什么时常在心中发酵 但我们始终没有对我爸恶言相向 我们还是对我爸孝顺 因为我妈常叮咛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你爸只有喝酒后才会变个人 我跟她吵架是我们大人的事 她还是生养你们的爸爸 父母恩比天还大 绝对不可以对她不敬 我妈不认识志 但她有着传统女性所有美德 包容 宽厚 坚强 乐观 在我心目中 人世间所有的形容词都不足以形容我妈的好 因为我妈对我爸的维护 所以我爸在我家一直都有地位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 我们吃饭时一定会先请我爸吃饭 除非我爸说你们先吃 我们才会先吃 但重视我们先吃饭 也必会先帮我爸 乘一碗饭候着我爸妈都是做工的 我家也不富有 但孝顺 诚实 勇敢 乐观 不自卑 一直是我妈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 时间轴 快转好几年后 这时我们全家已搬上来中部 也许年轻时 酒喝太多 我爸突然转性 改掉了爱喝酒和吃槟榔的习惯 只剩下抽了几十年的烟无法戒掉 他无法戒掉抽烟的习惯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能理解 一个年纪已大 不善言辞 不爱跟人互动 不认识志的人 他心里面 其实是很自卑 寂寞的 尤其 自我妈走后 无人跟他斗嘴骨 台语 生活越发寂寥 抽烟成了他唯一能宣泄情绪的出口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不勉强他 一定要戒烟 只希望 为了身体好 他能少抽点烟 记得我妈生病时 他最担心的 还是我爸 因为我大弟 跟我爸不亲近 我妈在时 还能当两个人之间的润滑剂 我妈担心他走后 我爸会无依无靠 所以叮嘱我 一定要好好照顾我爸爸 这让我想起 地藏经中 世尊将涅槃石 将说婆众生交付给地藏菩萨的情景 其实我妈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大弟很好 孝顺 只是小时候我爸给他的伤害烙印太深 所以他一直无法释怀 跟我爸没有话说 但他不忤逆我爸 对我爸依然孝顺 我妈走后 一直有我陪伴照顾着我爸 而我大弟虽然在南部工作 但每个星期日 必定会回家看看家里是否安好 虽然后面几年 我爸常被冲犯或业障干扰 但我总会想起蔡师兄 对我说过的 甘愿还 就会还得很快 那段时间 我和弟弟常常跑 经舍处理我爸的冲犯 也为我爸削了好多条业障 我爸将走的前一年 其实佛菩萨早开始出 一路好走的经文术 但那时候 我爸身体真没什么大毛病 所以我和弟弟一直在猜想 他是否会在睡梦中走掉 关于我爸的故事相见 看不见的不代表不存在 真的有冤亲在主 业主菩萨存在 两篇感应文 我爸一身铁齿 但是在他卧床的那段时间 我不隐瞒他的病情 让他知道 人时候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我引导他相信因果的存在 我带着他一字一句念忏悔文 一起跟业主菩萨们忏悔 我教他念佛号 并让他相信有佛菩萨的存在 我跟他说 这辈子 他的责任已完成 不要担心 牵挂我们兄弟姐妹 如果时间真的到了 请他不要抗拒 安心跟着佛菩萨走 后来的发展 如上述感应文中所述 只是自聚散所三个月后 我爸没有通过聚散所的心性考核 下来自平民区 但我不担心 因为我已寝示好超度他投胎至佛化家庭的经文术 我爸往生后近三年 我寝示了爸爸跟我 爸爸跟大地的因果 佛菩萨慈悲开示 前世我生活困苦难以为继 我爸为当时大地主 见我勤奋 特赠五分地 邦结穷苦 前六世因感情因素 我爸用脚踹我地 导致我地伤重 变成半身不随 自此谜底解开 一路走来 感恩有牟尼 经舍佛菩萨和阿伯的帮忙 从前一直认为 我是来报父母恩的 但学佛多年后 才想明白 是我的父母亲成就了我 成就我有这机缘进入佛门 成就我在佛道上精进 更成就我 发愿为众生服务的自愿 分享完毕 血缘是人与人之间最不可思议的联系 也是最深刻难以割舍的存在 我们皆无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的不圆满 也许会让我们在生命过程中伤痕累累 但如分享文中有缘人的母亲所说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父母恩比天还大 绝对不可以对父母不敬 中华文化能有漫长的五千多年历史 不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厉害 而是我们有着其他民族欠缺的孝庭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孝庭这样的传统美德 让中华民族经历多次时代巨变 仍能屹立不遥 不被历史洪流所淹没 人世间的所有相遇 都是轮回后的再度重逢 姑且不论双方是因善缘或恶缘重逢 上天经过缜密的计算与安排 排除多少困难与险阻 在因缘的牵引下 才让我们在六道轮回的茫茫大海中找到对方 这稀有的缘分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共生共荣 如能够常常这样提醒自己缘分的稀有难得 我们的心便会放柔软 放下心中的成见 针对大众的迷思 我应该超度家人到哪里才是对他最好 如分享文 所述 有缘人父亲生前并无念佛修行 即使透过子女 诵经 超度至聚善所 三个月后 人因心性考核 不通过 必须下来至平民区 代言转世 因此 凡夫眼中的最好 未必最适合亲人 如此说来 没有最好 而是适不适合的问题 经舍一直鼓励众生 将亲人超度至佛化家庭投胎 让他们从小就能明白因果 接近善知识 佛法云自信制度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超度至佛化家庭 对他们才是最适合的安排 现场开示精华语录 个人造业 个人丹 父母所犯的过错 是父母自己所造的业力 不应该障碍到子女自身的修行 要尽力把自己修好 但父母就是父母 父母生下你 是无法割舍的事实 无论事情对错 人要与父母圆满 依然要孝顺 负担他们的基本生活 这是尽为人子女的本分 不要让父母因你 没有尽责而起执行 若心量不够大 遇到考验 救济痕 会影响到修行的功课 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 还会对众生无私的奉献吗 若父母向子女拿钱 做正常的花用 如生活必需品 或者医疗费用 子女不要跟父母计较 因为父母也是辛苦 拉拔你长大的人 钱是身外物 这样的事是考验 也是历练 因此不论事情对错 都要圆满 老年人无法照顾自己 子女要尽责任照顾父母 修行 不要因人的言语而波动 要做自己 自私是别人的问题 孝顺是自己的事情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不可会言 是由因果决定 牟尼经舍佛菩萨 开示 双方间 因果业游的目的 除了让众生 明白因果确实存在 也让众生有改过自新 与弥补过错的机会 文章中 有缘人的母亲 很有智慧 她从小对子女的正确教育 淡化了英国讨报的逆道 稳固了家庭 亲人间的感情 避免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生 对于有宽厚 包容正确心态的人而言 因果不是绝对 因果只占三成 不是有因果怨仇的两人 就非得水火不容 怒目相向 但对于执着于因果怨仇的人来说 因果确实占了她人生的全部 过度的执着于对错 除了让自己陷于因果胡同出不来 也让双方痛苦 此非佛菩萨开示的本意 亦背离了佛法 事实求圆满的精神 修行不是拿着放大镜 处处解释别人的行为 活在显微镜下的人生 放大解释每个人的缺点 终将无法看到 人世间的美好 有句西洋艳语 人最好不要错过两种东西 最后一搬回家的车 和一个深爱你的人 不管是您深爱或您怨恨的人 不要将心执着于爱恨情仇之中 放下我执与我相 不管对或错 努力圆满人生中的人事物 只要努力了 人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婚姻 家庭事业 家族身体户籍 学业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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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